本人就是没了 我爸没了 我知道 找你知道不 出发脑板 你骗他 知道不 我打你钱到半管都不知 知道不 我告诉你 我找到你了 我妈你咋的我骂你 我妈拥着死了 我爸没了 别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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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骂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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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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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走走走走 根据线索 知情法官来到铁岭钓冰山市某小区 据杨宝昌老人的女儿说 张战权就居住在这里 叫人儿吗 是那张战权这样啊 你开门 听了执行法官的话 屋内的人并没有再接查 等待一会后对方将门打开了 他那个出一趟活的 怎么才出的 我来啥时候找的 干种归会儿啊 说谁的卖两块 跟杨宝创 2019年的卖两块 家伙都是李翔普 随后张战权的妻子拨通了张战权的电话 随后张战权的妻子拨通了张战权的电话 在等待张战权的过程中 执行法官也向张战权的妻子讲明了这起案件的情况 张战权的妻子称 俩人结婚没几年 所以张战权的这笔债务他并不知情 根据申请执行人杨宝昌女儿的介绍 张战权16年前是在他们村里居住的 这个钱应该是2008年 当地有一个养鸡的张战权 在那会儿养鸡 就是在我们土子里头 养鸡之后 他就是也是那个基地用吃粮食啊 完了这就是我们那个村上就是说 我爸就把那个一年卖地的粮就 他过来收完就卖给他卖他 当时就一直没给钱 说就说过三个月能给呀 完了后来就是迟迟迟没给 后来他就没到三个月他就搬走了 不到上什么地方去了 把鸡什么的都给挪走了 也找不着人了 张战权这一走消失个彻底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 电话也联系不上 无奈之下 杨宝昌只能将张战权起诉至法院 因张某一直未给付玉米款 杨某于2009年4月到法院立案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本院未发现 被执人张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且一直未发现张某的心中 案件执行已都陷入僵局 而生前杨某早在几年前也因病去世 但杨某的家人并没有放弃 按照杨某的生前嘱托 继续查找张某的下落 直到2024年9月 该案终于迎来转机 生前杨某的家人通过朋友多方打探 发现了被执人张某在调兵山市某小区居住 随即告知法院执行局 执行法官在接到生前提供的卸索后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于第二清晨 组织执行干净到被执人张某家中进去居船 经过张战权妻子的联系后 张战权回到了家中 正常点是 把握握握握 你跟那个幽黄小友 玉米搞的 这事你觉得 知道 上握握握握握 现在能拿钱吗 拿得明天吧 今儿 我得明儿给你张张了 今天不行 那走吧 上握握去哪 你现在张了 你也不当事 不想 谁不麻烦 我别让他去给你送的不行吗 你知道他 你知道钱多少钱吗 不到 这具体数不到 具体数比较两万两千多 但是你这年 还有绿席呢 还绿席呢 我就给不上了 我能给你本金我就不错了 我现在为了我的身体不好 所以说 体格也大 那你 你这十五六年了 十五六年 我跟你说 我也是 因为这一年吧 你求我这份 你能给你这份 我知道你 有机会 我要是说 你先听我了 我要是能本金给下 我就已经是 尽我最大能力了 我现在求我一天 在家 出去挣点小钱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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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战权先是声称明天给钱 再是说利息不能给付 面对张战权这样的态度 申请执行人的女儿会做何反应呢 这在主啊 我今天往上的姑娘 哎 我问谁姑娘 现在 本人就是没了 我爸没了 我知道 找你知道不 出发脑板 你骗她 知道不 我打你钱到万块都不值 知道不 你啥呗 我告诉你 我找到你了 哎 我骂你咋的 我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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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骂你了 别吵吵 别吵吵 终于亲眼见到了 这十几年父母心病的始作俑者 杨宝昌的女儿再也难掩情緒 当时那一两年呢 就是我们一直在找 好几家人都在找去找的 就是他就失踪了 就找不着人 所以说那几年就放弃了 前年就就那滑了 就去世了 原来就剩了老太太 老太太一天 哎呀天天跟我们找我 我们我这辈子最大的性命就是这个 所以说有空前之前 已经把这事给他帮着跑一跑 老爷子去世之前的话 也是一直在找这个张战权是吧 找找找 他他老爷子经常是拿 因为这个事啊 原来没事 一落开始落这事 一落就就能憋涕上火 就是慢慢身体越来越差 老太太也一样 在女儿女婿看来 这事发展到现在 已经不是单纯的两万多块钱的事 两代人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也促使着他们 在今天必须把这事做个了结 我跟你说啊 我老娘 我在咱法院的 我知道 我对那个 就欠人就是拿高一代 我不同情 大人的血汗钱 卖 卖两个钱 你要知道 我那血汗 我那一卖出去 那钱到现在都没回来 我跟你说 就你这种情况 不能把你 这个欠人钱转嫁在人身上 都可以是什么 我不也是受害了 你受害了 跟人来说 你跟人没关系 我是啊 我跟人没关系 所以人家发点火 也正常 是吧 正常啊 我这边我自己的火 你就是追藏人家去 对不对啊 我追的追不回来的 追不回来的 是问题啊 我那钱都死你了 我跟你说 对于债务的事 杨宝昌的女儿 态度很明确 当天必须把钱还上 你把人俩拉走了 这三十年了 你俩过不去 你那个现在 你俩就是 商量商量 咱俩那 把这个 钱也不多 看看 是 你别逼人家 互相都干嘛 这两年 我妈精神恍惚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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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理解 相互理解 我没理解你死六年 我为什么没理解 我让人家骗别的 我那天上是 六十多万钱 没要花 刚才法官说 别转嫁 对 你骗是你几书 我们骗了我们十六年 我爸 我妈 我们这十六年没停的在找你 你懂吗 我们付出很多 你们认识啥呢 当时 零九年已经说了 那么信任你们 他们出去挣钱去了 你给他点机会 我们就给你 当时那几年没找你 我们说 这一年了 钱挣的 你不用说你挣的 你这小房子住着 小房子住着 你问他 这房子我老大娘也能买一点 不用说 但是不用那说 我俩现在大一席也没有几年 现在 现在就是 啥也别说 就是你俩现在 把这鞋伤了 现在就是 不是鞋伤 你现在就 那什么 就赃了钱 把这点事 说了这么多 张战权又能否听进去呢 你把这树拿 我看了多少 两万二 两万二是本金 这个 那你利息 你要走一遍 你要本金 我还能给你当得到 对对对 这么多给我掐上 我跟你说 我现在都 看什么呀 不好意思 236 嗯 嗯 他这个多钱 多少钱 他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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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鞋 好 我这这灯打了一下 嗯 两个灯 两个灯 两百万二是什么好大 你个嘴上来 嗯 这个本金啊 这里不含 一份其他啥 啥都不含的 是吧 你都看见书宰这 我知道 这我都 我都没看见 这个 这个大家 这你看 应该给人175 就是人家的诉讼费 啊 175加两万两千 一百 他二百一十六 两万两千五 这这个 对 两万二十六 不就加这个 加这个 这一百七十五 人家划出去 啊 这人有利息 反正看 当然这里还有 还有 还有执行费吧 执行费吧 执行费吧 执行费 执行费是一百七十五 这里利息呢 就是看他 有研究 是 哦 是 这这哪钱 哎呀 那你这家下来 看多钱 你这这 我去拿呗 你这这 咱看他 他也不有回忆 你这这啊 他能看家族 那个谁啊 你给我说啊 我听 我听 你别激动啊 好好说话 好好说 你听听 你这个是多钱呢 两块两千多 是吧 加了一百七十 哦 对对对 他还怕有这几 同学带口 那没几个钱啊 那以为没多少钱 嗯 我也常遇一下 从2008年 我知道 嗯 你就说啊 看别人说 哪姐的 看别人说 按那个当年 当年同期利率 当年的同期 15年 对我算一下 16年 一万块钱 大数 你不用管了 对 听你的 大数人就一万块钱 可以 可以 我不用在这 您请你的 你看你能不能 就是这个 您知道吗 就是你们这说话 啊 要怕我都让不了 我爸去世了 全程我爸的病务 全程我爸的病务全身 住院前十多万 在陆军主任全程我达到 全程我达到 全程我达到 不是 我跟你说 我先跟你讲啊 就你父的去世 咱都可以理解 你就正常 不是说啥 他去世 就因为我死的 你要因为我死的 那你 那咱就不说啥 你直接把我带走 该枪毙 该枪毫 有连带关系 你有连带关系吧 我有 他不停地找 他不停地上那边找 找路线说 哎呀 你要正说吧 咱不用说自然干 我我跟你说 我现在要本金 我都给你当做费劲的 我还整个你拿呀 我们听法官呢 你这干 我们听法官 对 眼见双方没能谈妥 执行法官 也将张战权 叫到了屋内 进行协商 因为是怎么可以说 有个万分之 1.75 一天不给他 一天一万块钱 就是一块钱 我最喜欢我 你这两万二 就三个 我就大约 三块八毛多 明白吗 就是咱说 这都是一年多少 一千四百度 十六年一个儿吹算 十年都一万十 对吧 你让我能给 我靠你啊 你在那我给你做工作 你们给他在这 给他三个钱 你看 我给你做工作 我跟你说 跟我一毛钱 不然你怎么有 我知道 对我理解 今天就是多年来的话 今天就是 这几年才是 这些钱都找你了 你知道你知道吧 找你再给一下 如果说在这边 用我三块钱 通话就拍那块 你啥都没说 你偷忙做 现在将七万块钱的 你行算 我给你做工作 行不行 现在多少钱呢 不然都将那两万三了 两万三 几千块钱啊 给他 我给你平衡 他这条件 他指定比我好 你啥可以说的 嗯 你行不行 不行咱这走 我不给你分的话 我们还有别的事呢 你这个人家条件不太好 是你欠人钱 欠人钱 欠人钱 我让你欠人钱 我让你欠人钱 不少欠人 你别别说别的 别转嫁人 我说转嫁不转嫁 咱们这罚你不用管你 我只能罚你回来 我也只能罚你回来 你看行不行 你能找赶紧找 不然我们走 因为我们很多事 能找到马上找 不找我们走 我们不废话 我们挺合情的 嗯 你俩合情 在和申请执行人女儿 进行协商后 双方最终将还款金额 定在了三万元 要是同意 你要能给的话 对于咱这案子 就是彻底结案 嗯 要是给不上的话 今天就现在给不上的话 咱就一把走 强制自己 好 一把才有那个四万军 我 这边 你家那老板说 我这个 跟一个小则之间 你能找我 找我 我接价 嗯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 最终张战权当场 将三万元旅行完毕 至此案件顺利直结 案件的结束 也让杨宝昌家人 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彻底落地 所以说他现在 最起码 他那啥 他自己说了 我这边有病院 我就没有遗憾了 就这样 我们给解决了 就完事 他从现在就开始 就是状态比起来好多了